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地大鲨鱼的美股投资频道 我是Alex 今天我们先抛出一个观点 然后再来做综合的分析 周二股市反弹 隔夜亚洲市场保持稳定 有助于美国市场的情绪 从数据上看 投资者稍有买入 因为投资者要等待 为期两天的美联储的会议 所以在会议结束前 涨幅会受到限制 周一美国股市基准股指出现 两个月以来最严重的单日跌幅 人们将其归咎于 恒大集团可能倒闭的原因 恒大有一笔无法偿还的巨额债务 这家房地产公司负债约3000亿美元 其中包括从周一开始 将与本周到期的债务 周四国内和海外债券的票面利率都将到期 黑石瑞银和汇丰银行都是该公司的债券持有人 它还可能导致中国的经济下滑 这将对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 问题是这些联谊会传播多远 它们会发展成2008年金融危机时那种地震海啸吗 还是会消失的无影无踪呢 事实上现在下任何的结论都还为时过早 而且就目前而言 投资者的行为是先卖出 然后再问问题 然而金融时报指出 占中国经济28%以上的高杠杆房地产行业的低迷 并不是导致周一市场抛售的唯一原因 那至少还有7个原因引发了昨天的抛售 其中就包括美联储的议息会议 美国的债务上限问题 Delta变体病例持续增加 通货膨胀也在持续走高 9月份本身的季节性因素 和股市本身的回调修正的需要 以及投资者的购买意愿 这些问题的叠加引发了昨天的市场抛售 那就后市的发展和变化 CNBC的记者也采访了一些重要的市场人士 市场分析师普遍认为 尽管存在风险 但市场仍有买入的机会 金沙资本的高级投资组合经理阿什拉夫 仍然看到了机会 他说我们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功 但在其他领域却举步维艰 尤其是在中国科技领域 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业务的基本面 如果你看看88这样的企业 核心电子商务业务仍然有很大的增长 还有其他增长驱动力 比如云计算 他们还处于早期阶段 当你把他们的估值与发达国家的同行进行比较时 他们的估值有很大的折扣 所以市场在适当的贴线风险方面做得很好 再次强调专注于企业 我们仍然认为一些科技巨头有很多的机会 所以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正在这个领域寻找更多的机会 Fanstarter的管理合伙人Tom Lee也表示 尽管最近出现了几轮波动 包括周一的恒大抛售 但股市的长期牛市理由仍然完毫无损 他说人们在谈论恒大以及溢出效应 就像雷曼兄弟一样 但我认为这将证明是一个非常好的买入机会 他表示债券收益率温和 VIX指数相对较低 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 每个人都只看到了黑暗和下行 而这通常是你增加风险敞口的时候 在被问及他对市场的长期展望时 李认为越来越富有的千禧一代 每年将继承2万亿美元 将继续推动股市达到新的高度 未来20年千禧一代将继承近70万亿美元 李说对于风险资产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尤其是股票和加密货币 因为千禧一代通常会购买颠覆性资产 对债券并不感兴趣 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 全球市场策略师 戴维·莱伯维茨预计 这种波动将持续数周 最终会出现强劲的2022年 我认为 首先要认识到的是 当涉及回调的可能性时 实际上我们已经到了 今年迄今为止 标普500指数从高峰到低谷的 最大回调幅度仅为4% 而长期平均水平则超过14% 所以当我想到波动性时 对我来说波动性上升 代表了潜在结果的更广泛分布 我认为这就是投资者 在当前环境下所面临的问题 他们不仅担心 这两个基础设施计划 可能获得通过 他们不仅担心债务上限 他们还担心美联储 以及本周的点阵图 可能预示的未来利率轨迹 而恒大则是加引号的锦上添花 因此我认为很难明确指出任何一件特别的事情 但我相信在接下来的几周里 我们将面临一些削减 话虽如此 尽管我们最近看到一些盈利指引北下调 但是2022年的前景仍然非常强劲 我们对中期风险资产仍持建设性态度 黑石的全球固定收益业务首席投资长瑞克说 尽管投资者不应忽视中国市场迫在眉睫的风险 但他们仍可以增加头寸 他说 我认为你必须尊重新闻 如果你问我 当今世界的风险是什么 中国的最大 经济增长正在放缓 金融体系的本质和发生的事情 你必须尊重这些消息 听着在一天结束的时候 市场上发生的一件事是清算价格非常困难 今天市场的信念水平很低 所以当你听到这样的消息时 你必须把它考虑进去 话虽如此 我们今天会买入吗 我认为你可以在这种市场压力下增加一些筹码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重要的数据 随着股市的下跌 期权交易者并没有急于防范进一步回调 美国股市正经历数月以来最大的波动 但期权交易商对更多的保护兴趣不大 这表明至少有部分的交易商认为当前的跌势将是短暂的 被称为华尔街恐惧指标的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指数 VIX周一达到了27.5为4个月来的最高水平 期权市场分析师表示 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投资者正在进行交易 以保护其投资组合不受市场进一步下跌的影响 至少目前是如此 Saskana International Group的Chris Murphy表示 在我看来 抛售似乎是有序的 在某种程度上是意料之中的 并非恐慌 VIX 期限结构和倾斜 这些都反映了一定程度的恐慌 Murphy指的是投资者对波动性预期的各种指标 VIX指数近几日徘徊在20附近 表明市场对近期股市波动的预期有所提升 尽管股市仍接近记录高位 从历史上看 9月份对股市来说一直是艰难的一个月 标普500指数在300多个日历日里 没有下跌5%或者是更多 各种衡量卖权买权需求的指标 数月以来也一直处于高位 表明投资者对股市大幅回调的预期有所提高 Murphy称可能需要一天或多一点的时间 大家才会开始大举的对冲 分析师称相反 许多投资者似乎正专注于 从现有的对冲基金中获利 这些对冲基金本可以从股市下跌中获利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的 股票衍生品策略师阿米吴也表示 请记住 在本轮下跌之前市场进行了极为良好的对冲 他说我们看到对冲套现 投资者实际上通过标普的买入期权差价 买入了上行头寸 买入上行看涨期权价差是一种相对便宜的期权策略 可以让投资者从股价反弹中获益 过去几年股市的抛售都是短暂的 分析师表示这增加了现有对冲套期保值 套期货币化或者是获利回土的紧迫性 以免价格迅速反弹会抹去之前的收益 摩根大通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也称 我们认为隔夜加剧的市场抛售 主要是由流动性差环境下的技术性卖盘 以及自由交易者对感知风险的过度反应所驱动 他说他们把抛售视为买入的机会 最后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美国公债价格周二走高 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45分 基准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不到一个基点 报1.312% 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1.5个基点 报1.863% 要记住收益率和价格成反比 债券市场仍怀疑我们是否已经走出困境 Glamedy投资管理公司固定收益部门主管Robert表示 风险还没有消失 我们仍然面临中国问题潜在的全球增长担忧 债务上限问题 以及认为美联储在面对这些问题时 可能继续保持温和立场 行动更缓慢的看法 周一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跌破1.31% 原因是投资者纷纷买入债券 在中国第二大开发商恒大地产濒临崩溃之后 周一开始的市场抛售潮开始了 这引发了人们对高负债水平的广泛担忧 那此外呢 投资者也在等待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结束后于周三发布的讲话 预计央行将会给出未来利率走势的指示 美联储会议结果将是明天的重大事件 可能令公债价格向另一个方向波动 但债势正采取谨慎的态度 因投资者面对这些压力寻求避险 好了本期视频的重点内容就是这些 为了让大家不confuse 我再次说明一下 我们的视频呢还是保证每周粮羹 当市场有重大的新闻事件 以及数据等关键信息的时候呢 我会加羹视频来和大家分享这些信息 市场交易瓶颈时呢 我会在网站的社区里发一些帖子 内容也包括一些信息啊 新闻和个别的重要股票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